遍布中国的贿赂行为已经蔓延到了国外 有关内地作家张一一 以60万美元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月然的传闻 让这位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感到愤怒 这位瑞典的汉学家 因为被清华大学一名教授传播 公关诺贝尔奖色同中共绝交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 5月16号转发一条微博 内容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月然 收受中国内地作家张一一60万美元翻译定金 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 其权威性和公正性遭遇空前挑战和质疑 李希光没有在博文中标明内容转次何处 当天这条微博被转载了近200次 而消息的原创者 也就是以炒作文明的80后作家张一一承认 因为国内文坛买奖怪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他才产生了买诺贝尔奖的想法 据了解 张一一请马月然将他的三个作品翻译成瑞典文 而且一次性支付翻译定金60万美元 还请马月然对其他的诺奖评委进行公关 对此87岁的马月然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发出公开信说 我唯一的解释是某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 可惜的是他这种非常卑鄙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学者对清华大学的看法 也会增加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怀疑 人在美国的李希光副院长没有直接回应马月然的批评 他通过短信表示 这条发在微博上的消息是摘自中国广播网 而广播网上的消息都是聚外媒 所以李希光在他的微博所发的消息也是聚外媒 不过消息中并没有指明是海外哪家媒体 也没有采访 通过Google英文搜索 也没有发现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 其实李希光并不是翻译门消息的始作俑者 在稍早前的4月29号 这位青年作家张一一在他的微博中爆出了这一说法 不过张一一向媒体声明说 60万美金却有歧视 但是他也承认 并没有直接和马月然面谈翻译的事项 也没有亲手交钱给他 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位中间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马月然的夫人陈文芬表示 即使李希光不是谣言的源头 但他是有责任的 他说李希光是新闻学院的教授 连这样的新闻也没有去查新闻源头就转载 是没有专业知识 也没有学术良心 那么中广网真是这个假新闻的源头吗 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张玉 经过检索调查后发表文章指出 中广网对这一消息 另有六则相似和相关的报道 最早的消息来源 有经过责任编辑审稿的报道 都是来自中共政府的最高官方电台网站 中国广播网 不过这些文章目前都已经被删除 马月然5月19号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参赞 张宁发出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 起初我把这事当作一种非常可笑的游戏 可是我得知李希光教授利用官方的中国广播网 传达小骗子张一一的谣言之后 我决定从今天起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的使馆绝交 自称80后作家的张一一 是多起新闻炒作事件的主角 她曾经向李湘求婚 声称要整容成莎士比亚 她还考证出曹雪芹是甲雨村的未婚妻等等新闻 事后却都被媒体证明 并无确实根据 新唐人记者上燕 萧宇综合报道